容祖儿以一身形格西装录 在一间上海传统理发店 和一群日直男舞蹈员拍摄广告 刚好拍摄这一天 就是祖儿的农历生日 虽然生日都要做事 但幸好也有时间和妈妈庆祝一下 今天和妈妈和Manny 庆祝了喝茶 吃了瘦包和长寿面 得到几封利是 非常老土的传统集组 16日正日的时候有什么 都是要做事 是呀 怎样不向公司申请 我觉得做完这一轮 我想大家会不见我多长的日子 闭关 我会休息一下 有什么生日愿望 我今年生日愿望已经达成了 有什么 因为这个我的慈善基金 已经成立了 可以帮到一些人 帮到一些小朋友 今年是Joey36岁生日 她说笑话自己是18对 被问到什么时候会和男友 刘浩龙拉迈天窗 她就说起码要等到20对 看来师兄都要等多一会儿了 日前Joey和冯汉明开宋 原本她说不知道男友有没有捧场 但之后李克勤就在社交网站上 铺了Joey和男友刘浩龙加赫勤夫妇的四人合照 私人合照被公开 Joey会不会生气的呢 怎会 因为她得到我独家授权的 这件事 是 但一放出来 个个下面很踊跃 大家都成熟理智 做了这么多年人 都大概知道会有什么回答 大家开心就可以了 因为一路大家都猜疑 究竟师兄有没有来 那天 现在就得到答案了 是 但你的留言有没有看过 没有啊 没有时间看 不敢看啊 我自己的MV都搞到头昏路障 那想着你会不会有些惊讶 如果师兄 没有啊 真的没有啊 最需要有这些惊讶 是啊 不要想那么多了 觉得一天就一天了 是啊 这段真的很忙 双子座的Joey 曾经跟罗力威合唱过双子情歌 最近又推出另一首 跟双子座有关的歌 叫《无人知道双子座》 为了这首歌 Joey最近有个特别搞作 就是在网上招募一班 跟她一样是双子座的好友 以及粉丝拍片 制成MV Joey都说 很开心反应非常热烈啊 是啊 真的啊 爆了 email box 我看到熟悉的艺术 其实是《蛇丝曼》 《欣怡》都好像有的 是 还有周梳娜 周梳娜 是的 还有那些 你必须一定是相似在大 但又很想找她们 就是买个嘴 我想找王远之的 因为王远之要做舞台剧 那就不行了 那我次一天就会跟 明哥和阿Yi吃饭 那到时 那作为生父的阿Yi 就歌的生父 是的 他会 我希望他都会拍 是啊 容祖儿以一身 有型西装造型 在一间上海传统理发店 跟一班日籍男舞者 拍摄广告 他还跟我们分享了 这次广告的构思 这个广告呢 每一次都有很特别的idea 好像下一次呢 就跟一些网络的红人合作 全世界的网络红人 都给他们找了 那这次就找到一个 在日本非常出名 可能也是在网络上面 很红的一队组合 他们就很出名于什么呢 他排舞 自己排舞 然后呢 走遍 就是可能每一个地方啊 所以现在我们邀请他呢 就在我们好像一些比较 香港有特点的地方 好像那些上海理发店啊 我们的一些酒的酒榴啊 然后叉烧 烧味店 烧辣店 对 都非常有本土的色彩的一些地点 很巧的是拍摄这天 刚好就是周易的农历生日 虽然生日还要工作 但是幸好还是有时间 跟妈咪庆祝一下的 今天是我农历的生日 对 可以工作 对啊 工作到起码两点了 凌晨 我下午的时候非常开心 已经跟他们饮茶了 已经OK了 今年是周易36岁生日 他就开玩笑说自己是双18岁 被问到何时会跟男朋友刘浩龙结婚 他就说起码要等到双20了 看来师兄还要再等等了 日前周易跟冯汉明开唱 原本他说不知道男友有没有捧场 但之后李克勤就在社交网站上 上载了周易跟男友刘浩龙 加上李克勤夫妇的四人合照 四人合照被公开 周易会不会生气呢 我没有 因为就得到了我的允许之后 他就放 也知道 就是大家很高兴 得到一个答案 那就好了 但是到往后的事情真的 不能够平一张照片 能够想那么多了 大家目前就活在当下就好了吗 我会不会都叫粉丝没那么吹 我没有啊 就有大家喜欢说什么就什么了 好 好 我